这个玩具是以前没人买现在也买不着 MT银河之力红蜘蛛的伪装形态参考了动画形象并实战改进了细节比例 整体以塑料原色为主 全身的纹理刻线分布合理处理的也比较仔细 机身没有明显的割裂和累赘 只是和官方玩具一样 头部的收纳不过隐蔽 部分红色的涂装也起到了点缀的作用 让三角形的机身更加立体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收起起锣件 打开尾部盖板 解锁小臂 向下翻动 把手掌下翻 把小臂扣合 旋转肩关节 把双臂下翻 旋转90度 把推进器下翻 拆分机头 展开双腿 翻起脚掌 翻出脚跟 收起鸡头 旋转大腿根部关节 把小腿下拉旋转 小腿后方本来是有点弹簧盖板 但是断了 这是通病没办法 收起胸口内部支撑 下翻腹部零件 顶出头部 把上半身下折 收起起锣件 把腰部面板扣合 尾翼解锁下翻 翻折机 展开臂甲 机舱下拉 释放活动空间 弹出臂刀 背部液压杆 有联动效果 玩具变形过程 简单流畅 基本就是细化和改进的官方 原本就出色的设计 人形经过重新修饰 有了超强的可动 也有了更好的头身比例 身上的灰色塑料 时间长了一定会断裂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其实挺想再弄个心 但估计这玩意再版 基本是没戏 嗨吧 该谁了